无敌劳主有多老六,故意放走韭菜,并是为了抢夺机遇,并且将其连根拔起。 今日之仇,必要讨还,我有大器人放身,越是失败,天道就会赐给我更多的机缘。 圣人百刀不又如何,老怪我护法又如何,我也有,而且更多。 我现在是法经第二阶,已经可以唤醒第二位神物护法者,希望第二座万古不朽神物中的护法者不要像忠师这般脆弱了。 属下恋和,并为弟女笑死了。 并且妹不必多礼。 看来忠红已经解封辅佐弟女了,怎么不见她? 忠师她已经被人杀死了。 不可能,老忠她竟然死了。 可算是到了,这家伙还真是下本钱,连用两块破戒神符,跨越了整整一个周域。 老祖,这里怎么如此荒扬,什么东西都没有。 难道,老祖还会骗你? 远古神之境的造化宝物,既然果真落入了温道大帝的手中,有他遮掩天机,就算是同位神级的强者,也无法推演出温道大帝的传承之处。 不错,不错,但稍后解决了那位大帝传人,我就将此境带回擎天风,好生研究一下。 吓老子一跳。 眼前位就是此人杀死忠师,还说大帝不过欺民告示之辈。 当真是好大勾搭,真当大帝手下无人了吗? 帝女,借你的天雷面膜欢迎哟。 狗才,敢杀问道大帝的传承者护法,今日我要你,死无葬身之地,此消雷遇。 雷属性的宝物,蕴藏天雷之力。 给我带个修炼九阳天火的玄村玩玩,正好适合。 哦,不可能,此消雷遇竟然这么容易却被你给破解了。 不是容易破解,有没有可能是我太强了? 此人至少已经到达了次圣级,根本无法抵挡,还是先躲回戒中传承之地避风呢? 帝女,快走。 怎么还未进入传承之地?这是逆转时空之法,只有真圣才能掌握的手段。 这位贤辈,夺骨之仇,全凑在我们,我们马上还给这位小妹妹。 同时,我们再拿出三本圣级的武器秘籍,以及三件圣级的宝物,作为陪礼之物。 贤辈觉得如何? 陛下,陛下。 你一日没有老组灰道,做罪了我,九挑一日,我修为通天,变杀进你的全足。 陛上你,是个不对,变姐妹所说的赔偿,我愿意再加一倍。 月儿,夺骨之仇,你自己来放。 这点东西,就想要换你的一条狗命吗? 当日挖我更古时的不肯一事嘛。 金玉,你所有的传承,你机蠅继命,我全都要。 来呀,臭婇子,我乃是器蠅之子。 越是打压,越是危险,我的机蠅就越多。 令狐道 快来救我 我乃是你不大的传承者 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 今日灭尝一尝 那痛彻心扉的蛙骨之痛吧 练某自知今日要死 不过你们也别得意的太早 你便是得到了 问到圣体 能够进入传承历境之中又如何 传承历境中的九州万谷不朽神木 你若敢开启 必死无疑 想我死 可惜啊 你们今日终究要带着一看去死